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7日 已經是星期日 香港其實發生了很多很多事 不過這幾天 大部分人集中在我們 建制丹案和我們的台 當然 很多人攻擊我們 也有很多人出來說公道說話 最近有網友告訴我 壽司達 廣道明 大家之前可能有爭執了 他也是說一些公道說話 我也要多謝他的 也有其他的網友說 其實有很多台 有跟我們說公道說話 因為一時間我都看不到一看 好像很多 真的未能進錄 如果要多謝漏的話 不好意思 說聲 抱歉 因為 在現在這些 那麼艱難的環境 我們人去到海外 說真的 你說帶多少錢來 都會花光的 每個月都有支出 最近大家也明白 我們 面對很多問題在香港 我們也有很多同事在香港 當然有其他同事在英國 在台灣 我覺得 我們遲些 會向大家才交代 因為現在始終在這幾天 這十天八天 都是比較多煩惱事 連賽馬 連那些都說 不做了 這些我們也不能怪人的 這個明白的 我們要說回香港發生的很多問題 就是很多香港人 在大陸的戶口被人凍結 之前我們已經率先爆了 那個 在大陸開廠的朋友 幾乎所有朋友的戶口都凍結 尤其是哪個戶口活躍 轉錢的就會被凍結 竟然不只是他們 連一些建制派 也是一樣被凍結戶口 這個 好像當時是說 西灣港武地鐵那個梁熙 我印象中記得了 他 做了立法會議員 一個假的選舉制度 選出一批假的議員 這個假議員 在立法會 當時開了一個 召開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時宜小組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他就爆出 香港人在內地的銀行戶口被人凍結 但是又沒有辦法親付內地處理 而其中一個 就是立法會議員梁熙 他說我也是苦主來了 出席這個議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專員袁文宗 就說聽到 很多訴求 但是回應 就說轉告財經事務局和庫務局 令到議會的部分意義不滿 其中林健飛揚言將會戶口這個 凍結問題 提交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 社博這些通常都是香港政府 慣常手法 每個公務員做得官的 每個都懂得A字博 不會負責任的 才 configurations把球馬趴走 內地的銀行戶口被凍結 原來不僅僅是梁熙 原來他的華鍾 梁美芬也一樣 而且 梁美芬為了解封他被凍結的戶口 以及又有增大網上轉帳的 埃道 去年專程北上 接受了兩個禮拜隔離 你是立法會議人 兩個禮拜隔離的話 兩個禮拜才是沒只是在忙 那半個月還出不出糧呢 今天他在會上質問 即使輕易易舉的網上銀行操作 不明白為甚麼香港做不到 相比之下 身在香港的梁希 對內地戶口被凍結的問題可謂束手無策 他發現的時候 好像葉窩上的螞蟻 在心叮咚的專員叫袁文忠 一定要回覆他 袁文忠就說 知道很多人都遇到相同的情況 但是針對事件的處理 可能會面對不同的限制 會繼續爭取盡快解決 作為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林彥峰 就說 會將香港人在大陸被凍結戶口的問題提上這個會議的議程 直接找相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商討對策 我們 要跟大家說說 根本很多人在大陸被凍結戶口 就是國策來的 這個跟銀行誤點有關 當然 這次他們的韭菜 劏得連立法會議員 他們自己也有得劏 今天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他說 他說 很多香港人 在大陸 其實 不單只是銀行戶口 例如養老問題 有些香港的老人家在大陸住 政府就推出廣東計劃 不用他回來拿 水果金 要不然你來港 某日子就會被人取消水果金 現在不單只是問題 很多香港的商人 回大陸做生意 一定會開戶口 很多人都會把錢放在戶口 我就不明白 為甚麼梁美芬你作為一個議員 你有多少生意在內地呢 你要經常轉帳 做甚麼呢 你要提高你的額度 你有很多錢要轉嗎 你要幫人走資 還是甚麼回事呢 這個呢 其實 這個問題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會看到 立法會議員 跟普通人一樣 都是韭菜 都是集團 都是中共這個犯罪集團要再割的其中一棵韭菜 不過你這棵韭菜 接近他多一點 你不要以為你是黏刀 你本身就是一把韭菜 你是被人割的一份 現在 只是你們都沒有面子給 以你們自己爆出來 我們會看到大陸 其實對於香港人 從來那種態度也是 不會當你是自己人 香港很多人 港姦 互相出賣 出賣香港人 站在極權方面 他們最終都會被極權出賣 這個 不用多說 你看那些藍絲 每一個藍絲 都覺得自己愛國 愛國 我沒有問題 我有甚麼問題 結果 很多人回流了 回過大陸的 永久沒有了 Close了強積金的 以往成功 只要回大陸 不回來 你就可以close強積金戶口了 然後那筆錢拿完之後 很多人就回來了 現在說拿不到消費券了 原來也是那些建制派搞事 他們打算撤斷後患 說真的 在香港 如果 拿得強積金來英國的那一班 怎麼會再回香港 根本就不會再回香港 那些錢拿不拿也罷了 何況 根本就不會回香港 現在我們看到 這班人 就出來喊痛了 我們很慘 被人割韭菜 過得很慘 現在才會喊痛 你們跟我們沒有分別的 你不要以為你們高人一等才行 在中國 連刀只有一把 就是習近平 所有人都是糾塞 所有人都可以再割 不過現在 你以為外面全割了 你們不會的 我們自己人不割的 導彈 懂得認是不是台獨 當然是不懂得認啦 連刀 捅下來 同手無器 一時無人 一時同人 我們看到梁美芬也挺好笑 剛才的問題 我們要討論一下 你有沒有向立法會告假 如果告假 那些是當時假還是甚麼假呢 隔離了兩個禮拜 還有啊 你要隔離兩個禮拜 然後還在大陸工作 即日來回嗎 即日再回來嗎 不是呀 怎麼都會留幾天的 回來香港是不是要隔離 如果去年有沒有來港二呢 如果沒有是不是要在香港再隔離14天呢 那麼過幾月沒有上班 你是不是要照出糧 這件事真的大家要問一問 立法會有沒有申報 是不是要照出糧給他 原來不上班也有糧出 是不是 好了 越港澳大灣區其實呢 是一個 韭菜的收割區 你在上面基本上都是方便 處理去收割的 其實香港人 現在 因為有錢 中國 就會打你主意 為什麼 從來都是打香港人主意的 你說到深圳多好 多發達 不用靠香港人來扶貧 不是的 你看看現在 羅湖宋耀城整個死城 香港就封城了 你看香港死城 香港是蕭條子 都沒有去到死城 整個羅湖 死了 羅湖宋耀城裡面基本上死了 華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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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你們沒有本地消費的嗎 本地的人不會花錢的嗎 本地的人 零收入的嗎 原來你告訴我 本地真的是沒有人消費的 本地真的是零收入的 所有的桑蘭 所有的餐廳都收拾了 那些本地深圳人沒有錢吃飯嗎 沒錢去打軍 沒錢去桑蘭嗎 沒有理由 收拾得那麼厲害 香港只有50萬人在深圳 長期居留 長期主要只有50萬人 深圳有2,000萬人口 2,000萬人口消費也頂不住 也取代不了這50萬人 原來你們真的是靠這50萬人而已 沒有其他人的 沒有其他消費的 沒有其他能力的 其實 在深圳拍一拍 就可以把整個深圳的騙局 根本沒有香港不行 你們整個深圳都靠香港 甚至乎整個廣東都靠香港 沒有了香港人就死了 吃豬和我黑市 即時二眼報 所以 為甚麼他們 那麼想要搞甚麼大灣區呢 就是要宰割香港人 要將香港人的錢 香港人的身家性命 宰割 拿去上面救他們 真的 不要被人家拿去田坑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講到這裡